欢迎收看104年6月17号星期三的港督新闻 我是薛婉珍 首先先来快速扫描今天的 新闻重蝶 少山国小今年只有七位应届毕业生 虽然人数少 校方还是举办了盛大的毕业典礼 也因为只有七名学生 每个人都上台领取了不少的奖项 今年的九月份 一卡通将可以在台北捷运使用 这不仅是一卡通与悠悠卡 两大电子票证的一大突破 更是民众最期待的变名措施 看好未来高雄数位内容产业发展的前景 为在日本爱源县的游戏业者 与树德科技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 未来将借由彼此的产学合作 让学生有机会可以直接到日本实习 为在古山区的寿山国小 今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命的毕业典礼 尽管诊所学校仅仅只有七位的小六毕业生 学校还是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仪式 并且让每位毕业生都有奖可拿 充分发挥小校学生少的优势 也让毕业的孩子们感受到满满的爱与祝福 在师长的见证下 国小毕业生排排站在台上轮流货班奖项 脸上的笑容止不住 因为他们每一位都有专属于自己的个人奖 很特别因为以前都没参加过 要谢谢这里的老师给我们这么特别的毕业典礼 因为通常人不会这么少 这个迷你学校反而能够得到更好的老师的关注 就是学业方面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 尽管这场寿山国小第52届的毕业典礼 六年级应届毕业生只有七个人 但校方帮他们准备的毕业典礼依旧精彩 还特别将毕业典礼的主题定为航向未来 准备了像是欧帕斯堂还有彩绘笔的道具 要给小朋友另类的回忆 我们是希望带领他们迎向未来的 幸福的一个希望的一个旅程 所以我们定调这一次的毕业典礼 我们用主题式的方式来做进行 寿山国小这一场充满创意 而且让人感动的毕业典礼 只有七个国小的毕业生 十八位幼儿园的毕业生 但是你看到家长感到的感动 而且学校在这个过程里头 把他们培养成每一个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小孩 期许每位毕业后的学生都能够带着师长的祝福 迈向下个人生阶段 寿山国小突破小校 缺乏竞争力的刻板印象 盛大举办毕业典礼 并期许未来老旧的校舍可以获得修缮 让孩子们可以拥有更好的学习天地 港路新闻 许富天皇子倩采访报道 一卡通即将在今年的九月份 在台北接运可以使用了 这不仅是一卡通与悠游卡两大电子票证的一大突破 更是民众最期待的便民措施 虽然初期是采用宽闸门的进出方式 但期望在明年的七月份 能够完成全面闸门开放的独多卡功能 一卡通可以在搭台北捷运时使用吗 很多民众都知道台北捷运使用的是悠游卡 高雄捷运使用的是一卡通 两卡无法互通 也造成搭车的不便 不管是南部或是北部的民众 都希望可以一卡多用 这样的新生两间电子票证公司听到了 在九月上线就是刚才提到用宽闸门 那我们会期待在明年七月份 能够是全闸门的一个使用 但是相关的时程也好 或者是进度就是还是要持续跟 那个台北捷运公司 跟台北市政府 这边来做进一步的恰商 在万众期待之下 一卡通预计在今年的九月一号 直接在台北捷运可以使用 初步的规划是开放宽闸门 提供给使用一卡通的民众进出台北捷运 除此之外民众更关心的是 对于持一卡通是否也能享有 与悠悠卡一样的相关优惠措施呢 那希望民众使用一卡通在北捷使用的话 也能同步比照悠悠卡享有相关的优惠 像搭乘捷运才八折的优惠 那另外还有甚至包含转称公车的一个转称优惠 我们都希望能够再争取同步来上线的U-bike的系统 我们也是希望说能够随着 那个台北捷运的正式上线之后 能够一并的来开放 一卡通票证公司表示 渴望在明年7月份完成全闸门开放读多卡的功能 而这项电子票证的一大突破 对于经常难来北往的民众更是一大福音 不用再为了拿错卡片刷错卡而伤脑筋了 看好未来高雄数位内农产业发展的动能与前景 位在日本爱源县的游戏业者 今天早上与树德科技大学正式签署 国际游戏人才开发育成合作备忘录 未来将借由彼此的产学合作 让国内的学生有机会可以直接到日本实习 熟悉日本游戏界的形态 作为未来台日游戏产业合作的最佳桥梁 动画人才的培育养成除了校内的课程外 增加实际的观摩平台也是提升能见度的方式之一 日本爱源县的游戏业者在经发局的见证下 与树德科大签署游戏人才开发育成合作备忘录 开启双方合作的第一步 未来我们的年轻人年轻人才不用透过往北再往南的这套程序 我们就直接在南部毕业之后就留在南部 为高雄的数学产业来服务 所以我想今天这个MOU的签署就有这样的重要性 避免未来毕业学生需要往北发展在往南回流的模式 经发局乐见双方这样的合作 另外书科大也期待校内的学生未来能有机会实际前往日本 了解目前日本的游戏界形态 去到日本实习再把这讯息带回到学校 带回到动游戏带回到设计学院 带回到苏德科大 这样的一种海外的这个研习学习的一个种子 回到学校是非常的宝贵 那就请台湾的学生呢 到他们日本的公司呢 去先进行一些实习的机会 他们将会创造这样一个可以实习机会的场合 就是呢不是指教他们关于技术啊工作能力而已 也让他们去体验这些职场的文化 让一个不让他们只是打工 而是真正的去学习 全方位的学习 目前台湾有70%的游戏开发相关科系未在南部 这次日商企业看中高雄的数位内容产业聚落 还有交通优势 不仅有进驻高雄的意愿 更提前与学校签署合作 要加深双方的合作关系 港路新闻许福田黄子倩采访报导 市府劳工局训救中心 委托高雄市妇女健康关怀协会 办理环境美化师职讯班 在捷讯前夕组成了爱心情结团 经过儿福联盟的引荐 16号上午环境美化师到三户的 弱势家庭家中担任班日管家 以具体的行动做公益 要帮助弱势家庭改善居家环境 戴起手套穿上围裙 伸手俐落的环境美化师们 组成爱心清洁团 到弱势家庭中进行打扫的工作 要将原本脏乱的居家环境 彻底改头换面 因为我很想成为一个 我觉得成为一个生活空间魔法师 我觉得让我很快乐 因为我很享受这种感觉 所以说在课堂上 我们所做的一些都是理论上的 而我这样子出来实操的经验 让我体会到真的会有成就感出现 经过清洁工作获得成就感 环境美化师职讯班的学员 在即将截讯之际 不分男女认真的刷洗室内的居家环境 大家分工合作 就是希望可以在参与 劳工局职讯班的训练后 一起做公益回馈社会 到我们这个弱势家庭的 去做这个半日管家的一个 清洁打扫的一个服务 那一方面可以让我们这一个 职讯班的决讯学员 那展现他的一个技能 那回馈这个社会 一方面也可以让我们 这一些弱势家庭感受到我们 这个政府办理职业训练的 一个美意 这群专业的环境美化师 在训练的过程中 不只学习清洁打扫的小配布 也借由课程 学习自制手工皂 小盆栽等物品 这回一并借由清扫的机会 赠送给弱势家庭 要为居家环境 装点不一样的氛围 港路新闻 软玉区黄子倩采访报道 小港区的花卉产销班 第一班位于梦想起飞的 所在地小港 除了贩售花卉提供 栽培管理的质询外 还规划一瓶 六十五瓶的兰花市 面积虽然不大 不过成员却是相当的 有冲劲的经营份子 积极投入花卉产业 还培育出享有专利的兰花品种 也是台湾兰花王国的 主力团队之一 眼前一盆盆美丽的兰花 全是小港区花卉产销班 辛苦栽种出来的成果 各种不同颜色的蝴蝶兰 完全绽放 五颜六色 美不生收 不过其中还有一株 与众不同 不但拥有专利 甚至在夜晚还会发光 这颗花我们帮它取名叫星光 因为它那个 脚边气壮点像星星 所以我把它取名叫星光 而且这个花有一个好处 它晚上的时候 我们放在 如果说晚上的客厅里面 它这个气壮 我们叫气壮脚边的话 它会反光 这点像星星发烂的感觉 想不到吧 居然会有发光的兰花 甚至还能够申请专利 可见产销班付出了多少的心血 而且要将兰花从小苗培养到开花 大约需要一年半的时间 不但平日得细心呵护 天气太热 还得让它们吹吹冷气 它的室温在27度那边 27度这么高 兰花是需要比较高温一点的是不是 对 它长得比较快 那吹花的温度呢 大概多少 吹花差不多都15 6度 大苗都要吹花 要让它开花的时候 要到冷气房去开花了 在16度左右才会开花 大家夏天都在节能省探吹电风 兰花却得吹冷气 也难怪会给人交规的形象 不过也正是产销班不断的投入研究 发现了兰花的习性在设备上不断改良 兰花一朵接着一朵盛开 也让台湾有了兰花王国的美誉 港东新闻综合报道 5月5 青端午 青年港都有片电视BB宽屏 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sorry 吓到你 都怪BB宽屏太优惠 每月888 标网120枚 想两年炫彩HD套餐 再拿千元购物金 上网搜寻BB 连猴子都吓得何不拢嘴 每月888 标网120枚 想两年炫彩HD套餐 再拿千元购物金 快打电话 找BB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10 6 – 4 还是特色 km2 都怪BB宽屏太优惠 聰明人的好選擇 快播340-1991 青年港都等你喔 欢迎回到港都新闻 地震局在6月17号办理第二季开发区土地标售 总共有19封标参与投标 共标出五标无比土地 合计标售金额达到3亿4千多万元 投标率达到42% 市府地震局6月17号办理的第二季开发区土地标售 共标出五标无比土地 其中位在中都第68期市地重化区的一笔土地 因为靠近中华二路出入方便 区位条件加以每瓶65万9千多元投标 那这一次比较热门的就是在第64期的 也就是在自征路那个地方 那面积大概是50平左右 50平左右 它总共有14家来参与投标 另外第64期重化区一笔临近自征路住屋土地 则因为临近汉神巨蛋还有胜利国小生活机能优 最先受到投资人青睐 总计吸引14家投资人参与竞标 主要就是大家还是采取比较保守的观望的一个态度 虽然他现在皇帝合一的政策已经明朗化了 但是整个的一个配套 他们大概还是在这个观望的一个阶段 这次土地标售的成果 总体来看以小面积的低总价土地买气最好 其他大面积高底价或土地个别条件不符需求的物件 则无人参与投标 市场观望气氛转农 港督新闻 许富天皇子倩采访报道 劳工局特别研发一款人事管理工具 博斯方程式 不仅能够有效地协助雇主进行员工的出勤管理与工资计算 更可以避免不熟悉劳动基准法而受到裁罚 或衍生出劳资纠纷 除此之外为了打造更有福气的工作环境 特别举办福气标签大商选拔活动 借由广大网友的力量 收集企业的友善人事措施 提供给其他企业做参考 这不是财务报表 也不是人事通讯录 这是由市府劳工局为中小型企业所研发的一款 人事管理工具博斯方程式 透过这个程式能够有效地协助雇主进行员工的出勤管理 与工资计算等 而这套程式的发响是来自于平常所受到不少的企业采发案例 透过劳工局研发的人事管理的小工具 让他们在人事管理过程当中会衍生的几个问题可以获得解决 包含在出勤资料的管理上 人事规定必须要自备的名卡出勤记录都能够获得明确的登载 这套系统可以直接到劳工局网站下载或是以光碟水深碟的方式提供给企业免费使用 为了表扬企业对于劳工时值得照顾 特别举办福气标签大赏选拔活动 票选企业的友善人事措施 是希望让雇主能够免于违法 但是一面我们也期望更多的雇主提供更多友善劳工的作为 包含在工资工时以及性贫等等的友善对待当中 优于法令的部分能够发掘出来 即日起开始征选 民众只要上劳工局的小劳男孩脸书专业 分享企业或公司优于劳动法令规定 或是令人羡慕的友善人事措施 预计在8月5号期展开网络票选 不仅可以作为其他企业的人事管理参考 也可以一起打造高雄成为最友善的工作环境 港都新闻萧鸿瀚和薛婉珍采访报导 今年初才开幕的谷物文创乐园 是由高雄超过50年专卖营阳谷物营的在地企业所规划成立的 以谷物为特色 在里头除了可以看到透明化的生产过程 了解谷物如何制作成健康饮品 还有艺文展览以及最受欢迎的DIY体验区 都是你来到这里不能错过的 近几年来台湾吹起一股文创的风潮 而文创产业也随之的蓬勃发展 但是你能想象我们一般在吃的谷物 能和文创插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今年初在左营区新开设了一间以谷物为特色的文创乐园 是由在地超过50年的谷物营养专家所设立的 那因为今年来我们董事长致力于回馈地方 然后举办一些运动赛事 以及艺文的活动 所以我们在这个新厂规划的时候呢 特别规划了这500坪的空间 让民众可以来 除了参观我们的产线之外呢 也结合了一些艺文活动 让民众在一个休闲的时候有一个好地方可以去这样子 藉由透明化的生产过程 让参观的民众充分感受到厂区对卫生安全的重视 而这个谷物文创乐园是结合艺术与设计创意的地方 所以还有一个最特别的空间规划 我们只是想要把谷物跟文创结合在一起 所以特别在这个地方大概用了90坪的空间 三个月不定期的换展 那每一展都有不一样的主题 所以可以让民众可以有一个休闲的好去处 除了艺文展览外 还有一个最受欢迎的谷粉DIY体验区 让民众了解谷粉的制作过程 挑选自己喜欢的谷物在道路小石旧里 慢慢的转动 把谷物磨成粉 就能亲手制作出专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 随身冲泡谷物影 看完后已经心动了吗 不妨找个时间来这里体验一下吧 港都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港都生活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如何 透过高雄都会气象台一起来关心 高雄台南地区其实多云气温26到35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 晴时多云气温26到35度 台北基隆陶竹苗地区 晴时多云气温26到36度 宜兰花莲台东彭湖金门马楚地区 晴时多云气温26到34度 以上是今天的港督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薛婉珍 我们下次再会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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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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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生不尽完美 随时都有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 而心情不好 给予他们多些关怀与帮助 别让忧郁变成病 顺手睁临前快乐在心田 自杀防治需要你我的参与 用心聆听伸出援手 做好一问二一三转接 你我都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第800请帮帮救救我 全能减碳新生火 鞋马步行鞭保健 每周一天不开车 雪车用车助减碳 冷气控温不外泄 自备杯快霸鱼带 多吃蔬食少吃肉 集用资源顾地球 尖能生水更省钱 水手关灯拔插头 请订阅环境保护署关心灵